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陸有一篇中國第一代農民工命運的調查報導 就被好多網友分享,但是竟然這篇文章封殺了 文章就說,距底城市打工30年之後 每個月的養老金只有人民幣100-200元,帶著一身病痛無法退休 這一篇如此打工30年的文章是由資深媒體人創辦的 新媒體《正面連接》所發出的,而文章下架之後 有不同的網友將它修改、複製,去到不同的平台上轉發 但是仍然逃不過下架的命運,但是去到外網 這個文章沒有下架,找了出來和大家看一看 所謂第一代農民工大致上都是出生在1970年代之前 多數都是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由農村入到城市打工 規模有8600多萬人,這段時間其實是中國城市發展得最快的30年 它是打了工打了半輩人,但是存不到什麼錢 這個文章就講到,安徽師範大學副教授秀鳳仙做了一項研究 就是透過發放2500份問卷和訪談了200人,想了解這些農民工 做到自己的農民工,做到自己的農民工,老了之後 怎麼維生,樣本其實都不小,因為你看看2500份問卷 再自己親自訪談200人,其實你訪談那部分也都是相當之輕力 還有2500份也都是要針對去找這些第一代農民工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這個研究 結果發現,在退休這個議題上,他們有接近60%的人 就說做到自己,動不了為止 而當城市的老人,平均每個月是可以拿到3000元人民幣的退休金 而這一班第一代農民工的退休金,養老金 只有100-200元每個月,打工超過15年 晚年一半以上的人,存款是去不到50萬元的 他們賺的錢都寄回家,給小朋友上學 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即是20%的人才叫做上流 不夠20%的人上流 而且你可以想一下,這些農民工,他打工也好,耕田也好 其實他做的事,人工不會好高的 所以好難儲錢的,儲到50萬元對他來說已經是一筆很大的錢來的了 再加上如果兒子要結婚,也都是要貼錢給他做彩禮 甚至乎買樓,剩下在自己手上的錢更加少 而這個文章亦都講到,在中國城市的發展過程裏面 有個好幾波清退農民工的行動 一旦需要廉價勞工的時候,又再給他們入城 第一代農民工就是處在這些被動的環境裏面 他們在自己青壯年時期是沒有辦法好穩定地做事 一直在城市和鄉下之間來來回回地 是沒有一個穩定又長時間的工作給他們累積財富 而在改革帶來紅利的十二年 即是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五年 諸三角地區的農民每個月的工資 你們猜一下,提升了多少? 只是提升了六十八元 而我們看回,全國城鎮的職工 是平均提升了一千二百六十元 這個比率是相當遠的 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就相當於 原來這班第一代農民工 在他們最黃金的年齡 是一直被人壓榨,在被迫降薪 而這個文章亦都引述了一個 河南來到北京二十三年 在社區做著保安和保潔工作的老趙 他說七年無休假了 一日工作十個小時 一個月就二千七百元人民幣 這個不是他一個人的情況 是大家都是這樣 老趙因為沒賺夠錢結婚 一個人就自己住的 在冬天亦都沒有暖氣 夏天住的地方是只有十個平方公尺 即是滑一百尺左右 而且他住的地方又潮濕又發霉 是一個地下室來的 文章講到 大部份的第一代農民工 年輕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考慮到 晚年怎樣過的 只是把工資用來馬上洗掉 或者是用來做消費 2009年養老金的政策公佈 35%的人是不相信 或者不理解這項政策 和自己未來有關 所以這班人是沒有參保的 等他們去到六十歲之後 只能夠領到基礎的養老金 每個月一百元 參保的人都好少明白 養老金是交得多 就拿得多 有四十五歲的工人 按照低檔 繳費繳了十一年 六十歲之後每個月 只能夠拿到一百九十五元 他就質疑 交了十一年 每個月只有一百九十五元 到底有什麼用呢 而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 和為了償還兒子的結婚禮金 所造成的債務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不打算退休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要做到無得做為止 而接受調查的農民工裏 76.1%是決定六十歲之後 繼續在城市打工 而近兩年 竟然各個地方禁止六十歲以上的農民工 再進入建築工地 都對的 因為六十歲以上再進入建築工地 其實都是相當之危險的 你都知道 人老了 可能反應沒那麼快 手腳沒那麼靈活 有什麼以外的話 就非常之麻煩 而這班人就轉去做 綠化、寶傑、倉庫管理員 人工是不到在工地的三分之一 即是說賺的錢是愈來愈少 而他們其實也都有將希望 試過擺下去在下一代身上的 但其實他們的小朋友大部分 初中高中就沒有讀書 讀到大專以上的人 比例其實很低 只有二十% 有63.5%的小朋友 竟然是叫做接力 成為下一代的農民工 入到黨政機關 事業單位的 是只有五個%那麼少 自己創業的 是只有2.9% 即是說做到政府工 或者自己創業的 是連十個%的人都不到 而他們的小朋友 亦都是第一代的留守兒童 文章講到研究顯示 由於他們是長期缺乏父母的引導 同情感支持 留守兒童在學業上處於一個劣勢 如果不想小朋友做留守兒童的話 而是留在父母所工作的地方讀書的話 這些農民工是每年要給多 大約五千元左右的借讀費 而且在外地的戶籍 去到一些一線城市升學 亦都是有一定限制 是可能考不到當地的大學的 你要去回自己那裏考的 而他們的這份報告裏 用一個社會脆弱性去描述 第一代農民工所面臨的困境 認為他們的處境和未來 是一個時代性的問題 主要都是受到不同的社會政策術影響 而這些不是單單你一個人 可以改變到做得到的決定 如果你看回整個新聞 其實都幾慘 你去到這麼大年紀 還要做些這樣的工作 如果你是未結婚的話 或者是沒錢結婚 退休金每個月只有100-200元 繼續這樣做事 做人是真的非常之痛苦 好了這個被大陸下架了的文章 就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